OK 好 歡迎回到Cost Club 2022的一城鬼 第二天的下午 逐一城鬼 那大家都知道 哈密瓜有一種哈味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那其實開圓圈子在台灣也有一個哈味 能言善道大家都很喜歡 這位就是我們今天等一下的獎者哈味 那天底下的開圓人大概都有一種就是喜歡自幹的調調啦 但是這個自幹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看到什麼東西 覺得好像有問題 或覺得好像不喜歡 就會自己想辦法去改善它 比方說像哈味他就是 鍵盤打不爽就自己做鍵盤 然後聲音聽起來聽不爽 就會自己去拿板子去接那個輸出端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跟我們分享說自己自幹那個智慧文史的經驗 那我們掌聲歡迎哈味 好 大家好 那今天分享的簡報大概有七十幾頁 所以應該講不完 那避免最後大家什麼都沒看到 所以就先看一下這個最後的成果 就是這是線上的 就是現在我家那個溫室它的狀況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然後這些東西呢全部都是開圓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做的話呢 你也可以弄出來跟我一樣的東西 那這東西要怎麼做呢 它當然還是有一點點的難度 那我在製作的過程當中我盡量把這些難度簡化 讓大家可以自己去手動去做 那當然你可能要有一些相關的知識會稍微更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盡量把它簡單化 所以我今天來這場CostCub的唯一目的就是我希望尋求合作 就是我發覺我過去的模式不太對 我過去是一個開發者 然後我自己去接觸使用者 然後要去處理使用者的問題 然後我還要再開發 我還要再生產 所以我覺得都這個過程當中非常的累 所以我這個專案我想要換一個模式就是像一個 我在來這邊尋找生產者 也就是說像你們拿Linux或拿Apache去用 然後你用Apache裝一個Web Server賣給User 可是你不用付Apache任何錢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樣的角色 你今天拿我的東西去賣給任何人 或是拿給賣給任何使用者 都不用付我錢都沒有關係 這就是Open Source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等一下後面會再詳細的講一下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聲明 就是當裡面會提到一些產品 然後或者一些什麼東西呢 都是我自己的參考 你自己如果有自己喜好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你要的產品 我跟這些購買連接的時候 跟這些產品都沒有關係 那種植物這個東西 基本上跟就是個人喜好 跟我的年紀絕對沒有關係 不是說人到一個年紀之後 就會喜歡種植物 那我是單純的只是喜歡種植物 所以不要誤會 那可以在座問一下 有在座在種植物的嗎 一位 有一些些 有一些些 那大家種植物的話 大概都知道是幾個基本的要件 就是土壤要濕 但是不要太濕 濕度看植物 植物的特性 然後光照就是 植物通常都需要日照 那豬籠草它需要所謂的半日照 那溫度的部分呢 基本上也都不要太高 那豬籠草大概是15到35度 這是一個豬籠草的特性 那這個 這張是我的豬籠草 這樣是別人的豬籠草 就哇 別人怎麼這麼漂亮 我就這樣子 我就從這樣子開始了 這是我第一個豬籠草 就是放在陽台 然後要把它悶住 所以用一個罩子把它蓋起來 這個是從Facebook上面的 這個社群結下來 所以看到人家的豬籠草很漂亮 我就覺得哇 這個東西真的很漂亮 吸引我 所以我就想要去種豬籠草 那豬籠草它的特性 基本上就是說 它喜歡半日照 或者所謂閃色光 然後它的溫度不能太高 但是你要保持高濕度 但是你要放在通風的環境裡面 不能讓它有所謂病蟲害 所以要通風 然後土壤要排水信號 不要積水 不然積水就會爛根 這是大概一般種植物裡面的幾個原則 那剛開始我看這些原則的時候 我覺得很合理 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等我真的種下去之後發現 有點不太對 這個光照下去不就是熱了嗎 就熱了嘛 因為你光一照下去 你的環境就 氣溫就開始升高 氣溫升高之後呢 濕度就會降低了 濕度一降低呢 那你的豬棍草就不太對了 那你要 剛剛說環境要通風嘛 一通風的情況下呢 濕度就沒有辦法keep住 就沒辦法保持住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是你把這些東西 合起來之後你就會發覺 當你要種那個豬棍草 要噴水的時候 我現在到底要不要噴啊 到底是太濕還是太乾 還是太怎麼樣 它溫度會不會太高 那它到底要不要曬太陽 是半日照 所謂的半日照 是到底是照多久 叫做半日照 這些東西都是其實很抽象的 所以你種了豬棍草 就會發現說 這些東西其實有一點矛盾 它有點衝突 你要怎麼樣在通風的環境下 去保持高濕度 這是一個很 其實它也有一個矛盾的問題 然後你要在 有太陽光照到的地方 不能太高溫 這是一個 對豬棍草來說 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那除此之外呢 我那時候種豬棍草 發現一件事情 冬天要來了 豬棍草不能太冷 它會凍傷 所以要放一個溫室 那既然要做一個溫室 那就順便開燈 噴水 順便控制濕度 順便怎麼樣 然後我就開始去尋找一些 網路上的方案 網路上的 有哪所謂叫做 溫室 怎麼樣溫室比較好 這是一個別人室內溫室的畫面 它很漂亮 你看它放在室內 然後弄一個冰箱 裡面有燈 有它所需要的設備 就是所謂叫做室內溫室 它真的很棒 可是室內溫室有一個缺點 它一定要開燈 因為室內本身就沒有光 所以你一定要開燈 那植物本身除了植物燈之外 你當然要讓它曬太陽會比較好 所以室內溫室的人 通常他們會把植物一陣子拿去外面曬一下太陽 然後再放回去 因為陽光對植物來說才是最棒的 放在室內一定要空間 可是你放在室內一定會有個問題 你很有可能會漏水 你要澆水的時候 你要往室內溫室裡面噴嗎 如果它會自己噴水的話 它會不會噴到外面去 所以這是在室內的一個缺點 但它優點是很容易控制 你就是八點開燈 五點關燈 每兩個小時噴一次 噴一次加湿器或什麼之類的 對室內來說這些東西很容易控制 那我想還有沒有其他方案 有 智慧插座 比如說我把植物燈 放在這個智慧插座上面 插在上面 我就可以用手機去控制這個植物燈 它要開還是要關 可是問題是 我上班都要開會 我上班都要幹嘛 我哪有時間去跟你管 它有沒有開開關關 所以這個智慧插座 對我來說不是很合用 那還有東西叫定時器 我就每兩個小時噴一次水 或每兩個小時開一次燈 或幾點到幾點開燈 這個東西 定時器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放在室外的話 會有太陽 太陽很大的時候幹嘛要開燈 如果已經下雨了 那你幹嘛要噴水 所以這是定時器的缺點 那現有的溫室度控制器也很棒 這是說截圖 這都跟我沒有關係 它沒有圖表 不能網路控制 我想看 我想看現在狀況是什麼 我想開一下燈 我就想爽一下 我就按一下 我要說要開燈 沒辦法 沒辦法網路控制 所以我的需求就很簡單 就只有自己個而已 應該很簡單吧 對不對 我就是一台機器就好 不要裝太多什麼東西 定時器 什麼控制器都不要 太陽下來就關燈 太陽沒有就開燈 就這麼簡單對不對 溫度太高就開風扇 濕度太低就開加湿器 順便幫我把這些資訊都記錄下來 運動偵測了 偵測的話就把它記錄下來 順便畫個圖表 好不好 應該很簡單 這都沒有問題 都是我們像客戶一樣 對自己提出需求 我要的需求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我記得樹莓派有攝影機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要可以即時的攝影機 既然有攝影機 那應該可以做一些AI的功能 然後自己就越想越誇張 越想越多 然後最後 晚上靜下來就發現 幹這誰提的需求 怎麼鬼啊 根本就做不出來 然後所以我的需求就這樣 很簡單吧 對 我就去網路上找 有沒有所謂的智慧溫室 我只找到兩種方案 一個叫做這種 就是你先拿500萬出來買一塊地 然後再拿500萬出來 才去蓋這個大的溫室棚子 你就可以有一個所謂的智慧溫室的方案 就燈光溫室度都會幫你控制 都做得好 都不用自己做 他這個東西我都要 但是我就是沒有錢 然後第二個方案就是這種 學生的project 學生project 他在裡面什麼都有 有燈 有噴溼器 有加溼的 有風扇什麼都有 但是他是學生專案 他展示完之後就沒了 也不會有程式 他也不會告訴你怎麼做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兩種方案 我就說 這個兩個都不符合我的需求 這個需求這麼簡單 怎麼會沒有人做呢 所以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這open source裡面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只要沒有人做 那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決定我來自己做一個溫室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open source呢 因為人生活到現在 對這社會還沒有什麼貢獻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專案 open source出來 讓會做的人 你們就可以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做看 那如果有問題 可以再跟我討論 那第二句就是這個英文的翻譯 就是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所以他沒有什麼 太太太太 太例外的地方了 最後就是我這個人是 iopen source的 所以 你等一下會看到我的 source code是在 gitlab 不是在github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github不是open source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今天講一下製作的部分 先講這個硬體 硬體的部分 告訴你這個東西怎麼做 然後我大概需要準備哪些東西 這裡面只要做一個很簡單的 基本的電子電路叫做激電器 這個東西是 這個專案裡面比較 比較例外的一個東西 他當然其實他也不是例外 就是你要用所謂的控制去控制家電的話 你一定要透過激電器這個東西 他基本上就是這邊會送訊號 然後送訊號之後 這邊就會有導電 導電之後 這個叫做有點類似磁鐵的一個東西 他就會去把這一根東西吸過來 這一根吸過來 吸過來的時候 這個就導電 所以這個燈泡就亮了 那左邊的部分 我們去用5V的電源 小電流 用树莓派 用什麼東西都可以 就可以去做訊號發送 右邊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接110的交流電 220的交流電 330 440 550 隨便你要接多少都可以 你要多大的電壓 多大的電流 都看你的計電器的那個功能就好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一些家電控制的話 記得一定要用計電器去做就可以了 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小知識分享 那這整個硬體的架構 就是這一張圖 就這麼簡單 不是 這樣講簡單 好像很奇怪 上面就是一個名為的 Power Supply的 它是110輸入 然後12V跟5V的輸出 它會進到一個自製的PCB 這等一下會給你們看 這個PCB會去跟樹莓派去做連結 然後所有的控制系統都接在這個自製PCB上面 上面有什麼東西呢 有四路寄電器去控制這些家電 然後自製PCB會去 有一個LCD 有一個光感測器 溫室度感測器 都透過這個自製PCB 去把這些資料傳到樹莓派 樹莓派做完決定之後呢 下達指令給四路寄電器去決定 要不要開燈 要不要開風扇 要不要開什麼 所以除了綠色的這個區塊 外面的東西 市面上全部都買得到 都可以用現成的直接買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特別做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支PCB 這個PCB的用意也只是簡化 這整個連接的過程 如果你知道怎麼直接把它接在拍上面的話 這個PCB是可以省掉的 這個是很亂啦 不過就是最後大概完工的樣子 這邊是一個計電器 拍在這個底下 這邊下面是一個拍 上面這個紅色這一塊就是自製的PCB 這邊是一個LCD電源供應器 然後這邊是110輸入進去之後呢 110輸出在這個計電器的下面 然後它整個盒子 整個外殼 所謂的電路板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是open source 我都已經公開在網路上面 你都可以直接下載 直接去做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非常的簡單 當然它剛才一開始的時候也不是 一開始就這麼漂亮 一開始在我桌上做的時候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非常的geek 然後非常的混亂 把它接起來 它會動 我就直接把它搬到溫室裡面去 就整塊直接搬到溫室裡面去 然後去看測試一下 這個東西可不可以run 太陽曬的情況下 它會不會壞掉 然後下雨的話會不會壞掉 所以你可以看它可以測光 97.9 然後溫度是18 濕度是73 然後這個不錯 它會run 它會run之後我就覺得不錯不錯 那我就裝了一個自製的PCB了 先用手焊 先用手焊接 把這些線路圖全部焊接起來 然後power supplier也裝進去了 它還是直接一樣放在溫室裡面 直接就丟進去放在溫室裡面 然後讓它去跑 最後還是不行 那個沒有外殼還是很醜 所以就先假裝弄一個外殼來吧 就看我女兒買的草莓盒子不錯 我就拿起來 然後它是很厚的紙板 很堅硬 所以就把它在上面挖洞 然後把這些東西全部裝上去 這兩個是感測器 然後這個是一個LCD 就你剛剛看到那個LCD 然後樹莓派跟電源工具就全部放在裡面 不要小看這個盒子 它跑了還半年多的時間 這都是靠這個盒子在運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盒子從我的小溫室到我的大溫室 全部都在這個 都是用這個盒子就夠了 所以不論你的溫室尺寸是什麼 你就把這個盒子放在旁邊 然後把感測器塞到溫室裡面去 然後把相對應的東西接接上去 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 現在講一下這支PCB的部分 為什麼要去做這個PCB 因為它能夠簡化整個製作的過程 這是同一張PCB 只是我從一開始到最後做了四代 一二三四 最左邊這個是最新的版本 右邊是剛開始做的版本 這個PCB最後是長這個樣子 它的用處是什麼呢 它的那個 它是用Kicad畫的 也是開源在我的KeyLab上面 所以你可以去網路上下載到這個電路圖 它洗出來之後就是長這樣子 把東西焊上去之後 會有很多對應的 叫做端接口 會有很多對應的接口 然後它反過來是長這個樣子 它反過來的時候有一個 20pin的 兩排20pin的GPIO 跟樹莓派的GPIO是完全一模一樣對應的 你就直接把它反過來 直接壓下去 直接蓋在樹莓派上面 然後它上面的這些連接的部分 都可以直接把感測器 然後這些計電器就直接往上面插就好了 所以不需要去處理GPIO的部分 那在軟體的部分 它也會直接對應 所以在整個安裝的過程當中 你只需要去產生這片PCB 然後把它塞到樹莓派上面去 然後去對應它這個電線的接口 這裡看到好像有點複雜 其實它是把顏色對上去就可以了 當然我接得很醜 如果是專家就不要笑 那這邊還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如果你只需要植物燈 我不需要加湿器 我什麼都不需要 那你只要接植物燈那個就好了 那我要加湿器跟風扇 我不要植物燈 那你就接加湿器跟風扇那個就好了 然後在軟體的部分去調一下 它可以單獨的開啟這些東西 那最後裝起來的時候 就是剛剛看到長這個樣子 這是樹莓派 然後這是LCD 只要相對應的東西就把線接一接 這還在測試當中 所以它基本上 它這個對外的接口是用那個航空頭 航空頭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接到這個感測器上面 感測器我目前用的是光感測器是44009 然後是長這個樣子 它當然不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DIY手作的 看得出來 牙線盒挖一個洞 然後把它塞進去 然後旁邊塗滿了那個sling cone 它就不會進水 然後這是溫室度感測器 就是一根長這樣子的頭 你就把它掛到溫室裡面去 就可以了 掛在你想要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放在哪裡 你要放在溫室的上面 還是放在溫室的下面 還是放在溫室的左邊跟右邊 它的光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我今天把這個感測器放在溫室的上面 那它感受到的光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光照下來的時候 可能照不到你最底層的植物 所以你可以把感測器放在最下面 然後去調整它的數值 這都是每一個人 depend on不同的設定 這個東西我都在軟體裡面去寫好了 輸出的部分就是110交流電直接接 所以你這邊燈 你植物燈你只要是110的植物燈都可以用 直接插上去 它就會幫你去做控制 那個加視器也是一樣 輸入的部分就是一個像這樣子的 常見的110的輸入電源 這邊有一個總開關 開了之後 它就開始 它就大概等一分鐘左右 它就會開始運作 那這部分程式我全部都寫好了 外殼的部分 也是用FreeCAD這個軟體去畫的 所以就看到 你看到剛剛那個橘色的外殼 就是這一個設計檔 那我也都公開在網路上 所以在硬體來說 你只要自備這些東西 雖然有點多 但是其實只有自製PCB是買不到 其他的東西 全部在網路上都可以買到現成的 都可以買到 你把這些現成的裝起來就可以用了 好 軟體的部分 講一下 主要是用那個Py 然後Python 3 Apache 2 然後SQLite 3是Database 那它裡面還有分Backend跟Foundend 所以你看剛剛看到那個網頁 它就是Foundend 它Backend其實有在運作 如果你不需要網頁 你就不要裝Foundend 它Backend可以單獨運作 你要去修改電路板或是外殼的話 就去另外裝這兩個軟體 這個有點geek 不過就是大概看一下 就是它軟體run起來的時候 就是這支主程式 會去跑很多Multi thread起來 每一支Multi thread會控制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 C-Line就是控制燈光 它會去Include 44009這個Python 然後去讀感測器 去控制要不要開燈 要不要LCD要顯示什麼 然後要不要去控制濕度 濕度 它就是每一個東西 它都是不同的一個Multi thread Multi thread跑起來之後 它就會固定的去執行 這就是Multi thread裡面 比較更 detail的部分 這個就不講了 好 所以在軟體的部分 它會透過i2c這樣子的協定 去跟這三個元件溝通 然後透過GPIO去控制 四路計電器 再去控制這些東西 那其實四路計電器 我只有用到三個 還有一個12V步驚馬達 還沒搞定 好 功能介紹 就是 這個就是你剛剛看到的圖 它的你可以去記錄 每一天的光照 濕度跟溫度 每一天的那個都可以記錄下來 然後它會以現在往前抓23個小時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現在的紀錄 你也可以記錄每一天的 那你把這個光點掉 它就會只剩下溫度跟濕度 這是py chart 這是那個一個 這是python的一個library py chart畫出來的圖 所以我也是用open source的軟體 它可以直接幫你畫 這個漂漂亮的圖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 風扇開啟什麼時候開過 什麼時候關的 然後濕度器什麼時候開 什麼時候關 都有在這裡面做記錄 甚至我還做了一個筆記本 你可以在裡面寫一下筆記說 今天下大雨 今天開花了 今天發芽了 或什麼之類的 都可以記錄在這裡面 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可以分開做記錄的 那你說 我就是想要控制它 我就是 我今天種植物它現在雖然很AI 但是我就想要去控制它 所以我手機打開之後呢 我應該可以立即去控制它 它最下面有三個按鈕 就是燈光風扇跟加熱器 你可以 好像不會 影片沒辦法放出來 你可以直接按這三個按鈕呢 就可以控制現在在家裡的 溫室 要不要開燈 要不要開加熱器 要不要開風扇 你就按下這按鈕 按下去之後 燈就會打開了 它就會從 智慧控制轉成 手動開啟 那講一下什麼叫做智慧控制 這邊基本上有一點好笑就是 早上8點的太陽 跟中午12點的太陽一定不一樣 12點的太陽一定比較強 對不對 所以8點要開燈嗎 如果你把8點設定的值 拿去套到中午12點 應該不太對 中午12點到下午4點 這個太陽會慢慢下去 會慢慢下去 你可以看到剛剛那張圖 它是一直往下飄的 所以到底幾點要開燈 幾點要關燈 這個東西應該有個智慧控制 每個小時的設定 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黃色的是 感測器的值 那 藍色是你可以去設定的值 就是它每個小時 你可以去設定它 它的標準是什麼 它超過標準它就會關燈 低於標準它就會開燈 所以你可以設定說 早上8點的時候 它的光照應該要到 5,000流明 超過5,000流明它就會關燈 那早上的光照如果是0到5,000流明 它就會開燈 8點要設定一個值 9點設定一個值 10點設定一個值 所以你可以 一般人可能會設定像綠色這條線 那我的畫是設定藍色這條線 因為我那個紋室裡面有種子 我要它照多一點光 所以我就會設定藍色這條線 所以它當早上它超過這個時間 它就會把燈關掉 它就會接受自然光 那溫度跟濕度也是一樣的 它只要在 這個你設定的範圍之內 它就會自動去控制說要開還是要關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藍色這條濕度線 其實我那個地方最低的濕度大概會到40% 可是因為在控制的情況下 它可以一直維持在70%以上 整個溫室的濕度可以維持在70%以上 所以它會自己去控制你設定的值 所以譬如說這個是中午12點 我12點的時候 我就故意把這個濕度設高一點 因為中午很熱 濕度很容易掉下去 所以我就故意把它設高一點 它就會一直噴 一直噴這個濕度讓它一直加 它就比較不會掉那麼快 所以你看這一點的設定值 這是晚上一點 我可以設定說-9999到999 所以它晚上就不會開燈 因為感測器不會到達這個標準 感測器永遠不會讀到負的 所以晚上就絕對不會開燈 那你看看如果2點的時候 我可以設定濕度是小於98 我就要開加熱器 所以它晚上2點一定會噴加熱器 因為濕度不可能高於98 很難去高於98 所以你可以去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去設定說2點要噴 3點要噴 5點到8點不要噴 12點不要噴 然後幾點要怎麼樣 這都是你可以直接去控制的 所以8點的時候 它就會進入到一個正常的狀況 0到5000的光照的話就會開燈 超過5000就會關掉 所以在它的設定是知道 是依據每個小時去做設定的 所以你可以 所以你可以中午的時候就應該要打到1萬流民的光照 如果超過1萬流民就會關燈 如果沒有的話它就會開燈 基本上就是百小時的去設定 晚上的話就是直接把它關掉 所以這次中午12點的時候 溫度大概都是最高的時候 濕度都會掉最快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針對這東西去做設定 那其實整個城市 它的監控週期也可以自己設定 也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加湿器 我要每2分鐘監看一次 還是每5分鐘 還是每1個小時去監看一次 這都是在城市裡面可以直接設定 然後當我噴加湿器的時候 我一次要噴多久 我要噴10分鐘 我要噴2秒 我要噴3秒 全部都在城市裡面 就可以直接去設定 所以它的監看週期跟它的執行的時間 都在database裡面就可以直接去做設定 所以這一張就是最後我現在做出來的樣子 這是一個兩層的溫室 它有兩層的植物燈 然後它上面就直接接在這上面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綁著橡皮筋 因為那個3D printer出來之後 我發現尺寸做錯了 那個後面的蓋子蓋不上去 守不上去 所以就只要用橡皮筋先把它綁起來 當植物它受到很好照顧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回饋你 所以它就開始長側芽 它就開始 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茂密出來 然後你去控制高濕度的時候 豬肉草就會結屏 它就會有一個很好的屏質出來 可是如果你今天沒有放在溫室 沒有去控制高濕度的話 它其實會一般人家說豬肉草就是草而已 它沒有截屏就是草 沒有截屏就是雜草 你一定要截屏才會好看 所以在這個長期高速度控制之下 它就會去截屏 然後你就會拿到很多很多的瓶子 非常的可愛 這個跳過了 這個跳過了 這是白天關燈的影片 這個沒關係 也跳過了 好 所以基本上 還是 不過這個東西目前做到現在 還是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它這個LCD有時候會有亂碼出現 那我也沒有辦法去解決它的問題 我還不知道問題是什麼 然後這個i2C有時候會短路 所以你看到這三根線會掉下來 會掉成零 這個部分我也還沒有解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嘗試在電路上去把它做一些調整 但是目前都還找不到問題 如果各位惠眾對這個部分了解的話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它大概是什麼樣的原因 那最後就是這個Future就是以後我還在研發 我現在還在研發的東西 就是說它基本上可以去接CAMERA 那CAMERA你對著這個溫室照畫 它可以做一些縮時攝影 然後每日記錄 然後每日記錄 然後它有CAMERA 它會去照你的植物 如果你今天植物生病的話 如果我們可以配上這個AI的辨識 它可以知道說你的植物大概是生了什麼病 然後給你一些建議這樣子 那我目前遮陽也在做遮陽網 就是這個外掛 它有其實它有遮陽網的功能 但是我還沒做好 因為它在機電的地方還不是很完整 那所以還有一些降溫系統跟降溫系統還在弄 然後其實我最後是覺得 這東西你可以跟朋友分享 你可以把你的設定值分享給它 或是它可以連到你的溫室裡面 來看一下你的植物長怎麼樣 這都是我未來目前的規劃 所以再次回到這個部分 我想要去把這個專案去 變得像open source一樣 任何有能力的人他都可以直接取得 可以直接拿去做 那你可以拿我的東西去賺錢 那不用分我錢 當然分我錢最好啦 然後如果你沒有能力 你想要自主學習 你可以找同好一起做 然後你有 你沒有能力 但是你有資金 你可以去找一些願意幫你做的人 付他錢讓他來幫你做 所以如果你有推薦 當然你有用過比較好的感測器 或是你是PCB專家 也歡迎你跟我交流 教我一下怎麼樣去改善這個專案裡面的一些東西 好 最後就是這個project就是在這個上面 上面所有的電路圖 然後程式軟體 安裝方法 外殼 都在這個 全部都在這上面 全部都是open的 那大家可以自己下載回去 當然它現在的安裝說明 並並還沒有很完整 所以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上面發issue給我 來問我這東西怎麼會爛成這個樣子 這個裝起來不會動 怎麼會這樣子 我就會告訴你說它大概是為什麼 所以這個連結就是 HAI Greenhouse 就是這個project 所有東西都open在上面了 好 今天就謝謝大家 剛好三點 好 看看有什麼問題 謝謝 好 有沒有哪位夥伴要幫他debug的 不是啊 有沒有哪位夥伴有問題的 有沒有問題想請教 感謝您今天的分享 我想請教那加湿器 如果水噴完了是怎麼補的 謝謝 水噴完就自己補啊 答案就是這麼簡單 對啊 因為加湿器的東西 它就是外掛 它是 其實我這邊就是 它是110的電 對了 這個周邊的東西 你都要找機械開關 不可以找電子開關 因為它會幫你開電 可是開電之後 如果你的是電子開關 你要自己再去按開 按關 那是不行的 因為 那個控制器會幫你開電 開電的時候 你的加湿器就要是機械的 它就要開了 它開了之後它才會噴 它才會噴加湿器 其實一桶加湿器 可以用多久看你的設定值 我的話大概 像夏天現在是兩天噴一桶 所以我大概兩天去補 那個加湿器的水就好 可是之前冬天的話 大概是四天噴一桶 所以就是 當然你還看到 這個project沒有一個功能 叫做自動膠水 你會發覺它沒有自動膠水的功能 為什麼我沒有做呢 因為第一個是 自動膠水在網路上 有很多project可以做 這個還好做 第二個是我覺得 就算你很會種植物 你每天還去看一下 噴個水 假裝一下你有在照顧植物 Apple我噴不水了 然後其他我都不管了 我就走了 所以它就會自己長 所以加湿器的部分 就看你買的是什麼型號 然後看它是怎麼樣噴的 如果其實你不要用加湿器 換你直接用那個接水龍頭 那一種灑水器 它如果是一百億的電 你直接插在上面去 通電的時候就直接噴水了 你就水龍頭開著 除非你這樣停水 嘿 謝謝 好 就很像那個 東西還沒有自動化之前 我們就可以人工做一下這樣子 然後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再開放一個問題好了 還沒有 欸 是 那邊 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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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想要請問你在scheduling的方面 是不是完全使用System-D 我剛才看你的GateLab上面 好像是用System-D去做 那個service來做scheduling 所以你調多少時間去接取的這個設定 全部都是交給OS方面去做scheduling 還是你有做其他scheduling的評估 你是說偵測器的時間嗎 偵測器的時間跟System-D沒有關係 就是說System-D他起來之後 他會去帶很多Marty-Street起來 然後Marty-Street起來 譬如說這個C-Lite.python 它是一個執行序 那這個執行序 他就會去database裡面 去讀他的周期的值 然後譬如說C-Lite 就會去讀C-Lite就會去讀C-Lite 這個1800秒 所以那一支Thread 他就會去database讀這個值 然後他就會每1800秒跑一次 所以System-D只負責把程式帶起來 帶起來之後 每一支Thread會去讀他自己的周期的秒數 然後他就會開始運作 所以你在這邊如果1800你不要的話 你可以改600 900 你改完之後 下一次的周期他就會update 他就會update自己的秒數 然後他就會 這個Street就會自己 把自己的周期更新 對 詳情可以參與我的程式嗎 也歡迎SongPage 對對對 歡迎SongPage 歡迎SongPage 好 那這樣子我想今天就到這邊 讓我們再掌聲感謝一下他會 謝謝大家 好 我們下一場會在那個3點10分 大概還有五分多鐘 五、六分鐘 會再回來 那就大家可以休息一下